根据Rehab.ca最新发布的一项住房可负担性数据报告 虽然现在楼市冷却 但是买房者的收入要求更高了 想要在多伦多和温哥华买房 在首付20%的情况下 您收入至少要22万元 报告指出 虽然现在多伦多、温哥华、温尼泊、沃泰华和汉密尔顿这类城市的房价有所下降 但是由于压力测试通过要求和贷款利率都提高了 买房者的收入要求也就更高 做这项报告的Rehab.ca网站表示 这是通过2022年3月和2022年6月份的房地产数据来进行计算的 与今年3月相比 到了6月份 想要在多伦多买房的人需要每年多赚15,750加元 换言之 在这几个月的时间内 买房者需要增加7%的薪资才能够在多伦多买房 而在温哥华 购房者需要多挣31730元 也就是要涨薪16% 甚至是更多 近几个月以来 快速上升的利率令加拿大房价下降 6月份的平均房价与5月份相比下降了1.9% 6月是房价连续第三个月下跌 也就是从2005年以来的最大阅度跌幅 曼迪克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罗伯特·卡维奇在7月15日的一份报告中表示 加拿大央行最近将其关键利率提高了整整一个百分点的举措 为2023年更深入的房地产市场调查奠定了基础 BIMO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 RBC银行 丰业银行 道明银行和国家银行将其最优惠利率从上周的3.7%提高了一个百分点至4.7% 以响应央行的加息 5年期固定利率继续徘徊在5%左右或者是略高于5% 假设平均抵押贷款利率为4.5% 按乘平均价格住房的典型抵押贷款支付额 将从2021年初的每月3,000多元飙升至每月4,700元 增长56% 创历史新高 根据wayharp.ca最新发布的一项住房可负担性数据报告 虽然现在楼市冷革 但买房者的收入要求就更高 要想在多伦多和温哥华买房 在首付两成的情况下 连收入至少要有22万 报告指出 虽然现在多伦多、温哥华、温尼泊、阿泰华和汉密尔顿这类城市的房价有所下降 但由于压力测试的通过要求和贷款利率都提高了 据房者的收入要求也要更高 做这项报告的wayharp.ca网站表示 这是通过2022年3月和2022年6月份的房地产数据进行计算 与今年3月相比 到了6月份 想要在多伦多救房的人需要每年多占15,750家元 换言之 在这几个月里 买房者需要增加7%的新资才能在多伦多买房 而在温哥华 救房者需要多占31,730元 即涨幅1,6%甚至更多 在多伦多的情况来看 在房价平均在1328,277元的情况下 救房者年收入需要228,000元 而多伦多平均一套公寓的售价为720,929家元 想要购买公寓的人需要每年赚144,644元 从加拿大所有城市的平均水平来看 在过去的4个月里面 居民平均年收入需要增加18,000元才能够买屋 加拿大房地产协会的数据显示 最近几个月来快速上升的利率令到加拿大房价下降 6月份的平均屋价和5月份相比下降了1.9% 6月的房价连续第三个月下跌 亦是至2005年以来最大的月度跌幅 满地侃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罗巴特·卡维基 在7月15日的一份报告中说 加拿大央行最近对其关键利率提供了整整一个百分点的举措 为2023年更深入的房地产市场调整奠定做基础 BMO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 RBC银行、丰业银行、道明银行和国家银行 将其优惠利率从上周的3.7% 提高了1.5%至4.7% 以响应央行的价值 5年固定期利率继续徘回5%左右 或略高于5% 假设平均抵押贷款利率为4.5% 按省平均价格住房的典型抵押贷款支付额 从2021年初的每月3,000元飙升至每月4,700元 增长5.6%创历史新高 增长5.6%创历史新高